我就是超狗狗狗狗 今年 迪士尼漫威雖然只推出了一部电影作品 《死士与金刚狼》 索尼却非常照顾喜欢超级英雄美满的观众 带给了我们三部漫威电影作品 上半年有《蜘蛛夫人》 年底准备有《猎人克莱文》 还有今天要分享在本周上映的《猛毒最终章》 《最后义务》 这次第三集的指导筒 交棒给这个三部曲系列的编剧 凯莉·马赛尔 成为他第一部指导的电影作品 这个情况会让我想到过去 《刀锋战士三部曲》的第三集 也是交棒给编剧 大卫高耶本人亲自指导 当年所造成的灾难我就不再提了 所以这次晋升为导演的凯莉·马赛尔 是否能够超越前两集的导演 把自己所构想的故事完美的影像化 还是又会再次造成《刀锋战士3》的灾难呢 就来听听我的观后感吧 其实要重演《刀锋战士3》灾难的前提 是要有两部优秀的前作 《猛毒》这个系列的第三集 应该只要稍微认真一点 就能轻松超越前作 这支影片不会爆雷 所以不用担心 而我目前也开启了频道会员的功能 如果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也欢迎加入会员哦 我是Wastework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剧情延续第二集的结尾 艾迪和猛毒被人类 还有外星生物大军的一同追杀 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 更惨的是 只要艾迪变身成猛毒的完全体 会像魔戒中弗洛多戴上魔戒 就会被索伦之眼看到一样 马上被外星大军锁定 而他们这对共生体到了最后关头 可能必须做出令人心痛的抉择 才能解除这次的危机 第三集舍弃前两集的女主角 蜜雪儿·威廉斯 加入了朱诺坦普担任新的女主角 但是她的角色跟艾迪没有浪漫情节 反而是有自己的背景故事 不过编剧并没有在这边描写的太多 让这位女主角跟其他新加入的配角们一样 不会让我们观众太过在乎他们 所以艾迪跟猛毒之间的互动 还是这一集的重点 如同一部大档喜剧一样 虽然在整个逃亡过程中 他们不停的斗嘴 还是看得出他们有着坚定的情谊与默契 比起前两集 这次巨型的编排也让节奏十分紧凑 虽然还是有胡闹的时候 他们还真的跟电影副标题说的一样 跳了一段最后一舞 但第三集至少有让观众们感受到明显的危机 人类的追捕者 跟共生体之神奴儿所派来的外星大军 都让艾迪跟猛毒吃尽苦头 说到共生体之神奴儿 如果你是为了他才进场看这部电影 可能会有些失望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正义联盟戏院版的达克赛德 不过有生之年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个角色登场 还是让我非常开心 动作编排射器方面 则是在第三集中最有感升级的地方 艾迪跟猛毒上天又下海的对抗敌人 加上还有很多白天的场景 让观众很清楚的看到那些高成本打造的电脑视觉特效 整体质感跟前两集相比都看得出来是不同等级的 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且自信满满的导演才能掌握的场面 而片尾大乱斗的娱乐效果也是指挥票价 Eddie I'm with you to the end 除了外星生物的造型设计酷炫之外 猛毒也寄生在各种不同的生物上 看到这些生物的猛毒化 真的是十分有趣 只可惜在这一切看似娱乐满点的动作场面之下 只有艾迪跟猛毒之间的情感能够稍微感动到观众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中大多数的主要演员们 但是编导们真的没有给他们太多发挥空间 整体来说 猛毒最终章最后一五 在故事上来说并不算是完美收尾 因为这个系列根本没有一个什么要收尾的故事 但至少是让艾迪跟猛毒这对好大档的故事花下句点了 不过其实也不太能说是花下句点 顶多是个斗点 因为编导们似乎还是埋了很多伏笔 就看我们观众这次还买不买帐 让电影公司继续请汤姆哈迪再度扮演猛毒 如果你本来就是前两集的粉丝 这次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不太喜欢前两集 除了为什么你还跑去看第三集之外 也许你看完之后 会觉得这次钱花的还算值得 索尼这次真的有进步了 但是看起来 下一部《猎人克莱文》 极有可能才是真正的索尼漫威《蜘蛛人宇宙》好作品 最后 我给猛毒最终章最后一五 3.5颗星 记得上次在第二集的观后感中就有提到 我其实不太希望这个版本的猛毒 会加入汤姆霍兰德的蜘蛛人电影 因为这会完全违反漫画原著的设定 但看到这次的最后一五结局 在想到蜘蛛人无假日的结局之后 似乎好像是可以说得通 不过就算未来真的合作了 让艾迪布洛克比比德帕克先接触到猛毒这个共生体的设定 还是会困扰我 大家喜欢这部猛毒最终章最后一五吗 这个三部曲之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 谢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 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 我会分享电影跟影集的观后感 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玩具人偶的开箱 如果你喜欢这些主题 我的频道里还有上百部这种影片 最后也别忘记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为这个频道带来更多的帮助 但如果以上你都不想做的话也没有关系 还是很感谢你看完这支影片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